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唯一的反派女主,拍戏三年无意播出比杨子还惨,只能无奈退圈 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清洗 一群劣迹艺人被彻底封杀大快人心 当然,最惨的不是被封杀的明星,而是那些和他们有关联的人 施德活该被封杀,而那些有联系的人遭受的却是无望之灾 杨子就是受到影响最大的人,目前四部带播剧《青三行》播出无望 本来定档播出的余生,请多指教也撤档延期 张军宁被质疑女心理师的播出被打上问号 唯一能指望的还是被粉丝抵制的陈香如谢 有网友戏称杨子之前拿奖都是陪跑 这次年度最惨演员非他莫属了 其实在娱乐圈类似杨子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穆婷婷就是其中一位,努力拍戏三年却没一部播出 最终只能无奈退圈 穆婷婷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是比杨幂、赵丽颖还在的收视女王 她的古装是娱乐圈有史以来最惊艳的女星之一 无论什么造型,她都能轻松驾驭 有性感妩媚,有端庄典雅,也有俏皮可爱 穆婷婷还是唯一一位明确的反派女主 在《孔雀灵》里扮演的刘星是永远的经典 之后就再也没有反派角色能当主角的作品 因为这不符合现代价值观 除了刘星之外,还有柳无眉让人记忆深刻 作为反派,没有一句废话 先捅一刀再放狠话,和现在的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美女如云的《楚留香传奇》里 穆婷婷依旧是最亮眼的女人 只有巅峰时期的秋辞炫能与之比肩 即使是在天天游戏这样的神剧里 穆婷婷依旧能hold住 顶着奇葩的造型,碾压是斩获收视冠军 91集的剧情,非但不显得拖沓 还让人看得入迷 而且没有一集的收视掉下第二 穆婷婷还有研究生学位 妥妥的学霸,颜值,气质,演技全都俱佳 天生就适合演员这条路 可惜,娱乐圈的水太深 不愿意妥协的穆婷婷只能退圈 不过,穆婷婷并不后悔 还说自己不曾属于娱乐圈 现在穆婷婷38岁风采依旧 喜欢跑步,健身,身材保持得非常棒 唯一的缺憾大概就是不知道穆婷婷 是否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 祝愿她将来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